美国国会山报5月10号文章 原题蓬佩奥充当特朗普在中国新冠事务上的攻击权 国务卿蓬佩奥把自己定位为特朗普政府最激进的中国批评者 力推北京要对疫情负责的说法 尽管美国官员发出的信息货量不清 盟友也有反对意见 但这位国务卿继续猜测新冠病毒是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 非要求全球调查 美国的一些盟友对调查是否应把重点放在 推测病毒来自实验室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也没有直接指责伪金 澳大利亚情报机构反驳关于有证据支持源自实验室的说法 称他们评估的信息大多来自公开渠道 且基于新闻报道 欧盟发出警告称美中的紧张关系可能损害全球应对疫情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里说 我们需要科学独立的方法不是指责而要了解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力量向主任邦尼·格莱泽说 蓬佩奥比美国之前任何一名国务卿都更直接更有对抗性 中国人很可能将他的言论视为对中方的威胁 美中关系处于低谷但还没低到谷底 为财政部官员和中国同行近日参加电话会议 称两国在贸易协议上取得良好进展 但专家表示两国竞争对于合作 其中最大的风险之一是外交争执是否会阻碍研发新冠疫苗 华盛顿智库把为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托马兹乔斯林警告说 没有确凿证据确咬定此次疫病起源于实验室 这样做可能会失去支持 如果你要继续谈为实验室说 就要有证据来支持 若无证据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蓬佩奥针对中国的说法遭到批评者攻击 认为他这是玩弄政治 试图转移对特朗普政府应对国内疫情伯利的批评 参议员克里斯莫菲说 特朗普政府有关病毒来源的声明过于出自政治考虑 曾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担任过高级外交政策职务的民主党战略家 斯科特·莫尔豪塞说 蓬佩奥本至少就是一个政客 美国11月大选前中国已成政治热点 莫尔豪塞说 由于现在焦点对准特朗普及其政府在中国事务上的失败 采取此类说法显然是试图扭转不利局面 无论说法是真是假 感谢观看